胶质瘤的早期表现 别小华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胶质瘤是我们颅内常见的恶性肿瘤 它发生在脑内 一般来说因为它发生在脑内 所以它的症状出现相对比较早 胶质瘤根据脑内发生的部位不同 它的症状会不同 比如说它发生在我们的感觉运动中输 就会导致患者出现 肢体的偏摊、失语 甚至出现癫痫 胶质瘤如果出现额部 就会精神上出现问题 患者会出现失睡、烦躁 或者出现胡言乱语等现象 胶质瘤如果出现在靠近我们的脑表面 我们就很容易出现癫痫 病人可能出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等现象 所以胶质瘤部位不同 引起的症状不同 有一些胶质瘤它位置比较深在 影响到我们的意识 患者就会出现昏迷 有些胶质瘤压迫到我们的脑肌液循环通路 比如说三脑室的胶质瘤 我们就很容易引起梗阻性脑机水 如果普通人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 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及早的到医院就诊 因为经过我们的磁工症的检查 可以及早的发现胶质瘤的部位 是否可以采取手术治疗 都是可以提前预判的 专家提示 一 胶质瘤是颅内常见的恶性肿瘤 发生在脑内 症状出现相对较早 根据脑内发生部位不同 症状也会不同 二 如发生在运动中枢 患者表现为肢体偏瘫 失语 边险等 如果出现额部 则表现为精神方面的问题 如嗜睡 烦躁 胡言乱语等表现